我們來關注這是美國伺服器大廠 很多人都聽過的美超維 最近爆出會計操縱醜聞 遭到司法部調查 那麼負責美超維財務的會計公司 卻在這個時間點跟美超維切割 這導致它的股價大跌重挫 32.68% 那麼美股收盤三大指數 也是全面下跌的狀況 要留在昨天的位置 可以看到還有一個 要留待在這兒的目的 我們會從這裡 第一次 我們會說 我們會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